在主面前 细细诉算神的恩典 我才明了 在主面前 细细诉算神的恩典 我才明了 你的奇妙带领 我等候 愿能抹着你的心意 未来的路 愿走在你之意中 献上我最爱 在祭坛前不带走 带领我前往 你所应许之地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惊涛海浪 住与我同在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勇敢前往 像标杆直奔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感性顺服的最终奖上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在主面前 细细诉算神的恩典 我才明了 你的奇妙带领 我等候 愿能抹着你的心意 未来的路 愿走在你之意中 献上我最爱 在祭坛前不带走 带领我前往 你所应许之地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惊涛海浪 住与我同在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勇敢前往 像标杆直奔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感性顺服的最终奖上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我想知道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惊涛海浪 住与我同在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勇敢前往 像标杆直奔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奶茶的诗歌教学时间 今天奶茶要介绍的呢 诗歌不是唱元Key的 奶茶要介绍就是 当一首诗歌 你觉得竹林的人 你觉得元Key 真的实在是太高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是可以降Key的 那今天奶茶介绍这首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乐园唱者 他音质的关系 他本身唱得非常的高 他唱到降BKey 那前面很低的地方 他就已经唱得这么高 所以可能我们在后面 唱得会很辛苦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考量 就是可能会众在唱的时候 会不会偏高了 大家唱得都非常的辛苦 事实上 奶茶要表达的讯息是 我们是可以降Key的 他原唱者唱的是降Key 他的音阶在这里 Do,Re,Mi,Fa,So,Fa,Mi,Re,Do OK 那奶茶呢 经过奶茶自己 评估自己的音质 奶茶觉得我唱G就好了 Do,Re,Mi,Fa,So,La,C,Do,Do,Si,La,So,Fa, 你看这一叉叉了好多个Key耶 所以 唱出来或许 习惯听原唱者的人 你可能会觉得 好像这样有点太低了 在主面前 细细酸酸申点点 那为什么奶茶在之前的分享 大部分都是中语原Key 然后这首歌却用降Key的 来分享呢 首先奶茶要 告诉大家 怎么样要分享的就是 如何转Key 当原唱他写的 你拿到的原来的谱 它是一个五线谱 然后还有写着和弦的时候 它是一个降V的谱 我们怎么样把它转到G key去 那完全是用 几集几集的概念去想 那降V 如果里面的和弦 是写降V的时候 它就是它的一集 然后写C 就是它的二集 就好像Do 是一 Re是二 在简谱里面 意思是一样 就是一集二集 Mi是三 Fa是四 那你把它写成 改成一二三四了以后 你挪到G key来 Do 那G key的一集就在这里 二集就在这里 三集就在这里 四集就在这里 然后你再用 所谓的瞬接和弦 当然呢 它的这首歌曲 歌曲里面有一个 它是不在 不在调性内的一个和弦 很棒 就是 这个四 四集m 小四集 一二三四 四mi 那这个是非常好听的 所以这个minor的奶茶 决定给它保留了 那很好听 好 比如说在哪个地方呢 Lady Lou 圆走在你之一中 OK 原本是你也可以用 四集 圆走在你之一中 但是这有点含蓄的感觉 圆走在你之一中 这个感觉是非常好听的 好 那我们再言归正转 如何从降V转到G 那当然 房间有很多种算法 可能就是降V 一二三 那所有的和弦全部都数 一二三 所以Cmine就来到了什么 来到了Amine 好 就这样子 然后一直把它写上去 但是奶茶比较喜欢 愿意跟你们 想要跟你们分享 就是你可以写成一集 一集 二集 然后 当它是F的时候 降V里面写F 那 一 都四 拉手 就是八七六五 所以这个是一个五集 因为往下数嘛 所以你当然就是 呃 更音 然后它第七音 第六音 第五音 所以你就写个五集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四集 四集mine 然后一集 然后六集 二集 那我一样同样的集数 把它写上去之后 我要挪到任何的key 都非常的OK 我挪到这里 这样A去 一集 二集 五集 所以因为这首歌 后面又有升key 所以奶茶会建议你 把它原来的呢 你不一定说要把它写成说 我要到G 那我降V就要改成G 那我Cmine 就要改写成Amine 不需要 因为万一突然又遇到 不一样的人来唱 它的key又重新要定位的时候 那你可能 就会 又要重新再写一遍 所以奶茶会建议用集数 来写 这是奶茶的第一个建议 然后第二个 就是奶茶要分享 就是它后面升半key的地方 就是升半音的地方 比如说它已经 其实它已经ending的结束了 好要结束了 我想知道 我的一生 在你手中 应该是回到一集 对不对 奶茶去到了降六集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要预备 要升key的一个预备动作 因为这个降 降拉这个和弦呢 也就等于是我要升半key 我要升半音的 升一个key不是半key 升一个key 就是升到降A的五集 正好是它的五集 但是它又正好里面有这个G G调的DON 所以它很合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我的一生 马上就升上去 很自然然就升上去了 再一次 在你手中 我先知道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金陶海浪 注意我同在我的一生 它就升到降A的一集去了 好今天奶茶分享的就是 诗歌不一定要唱原key 然后我们在转key的时候 如果你一定要改key的话 那他会建议你把它写 用集数来表达 那你将来面对不同的 不同的音域的人 你就可以给他 你要很 你就可以很自然的转到 任何一个key去 然后再来呢 就是结尾 所以我们要升半音的时候 如何替这个一集做ending 我们会去到它的降六集 降六集以后 就很自然来到了 升一个key的 等于是升一个key的五集 回到一集的概念 那让那个敬拜的人 他很容易就抓到你的音域 好今天有奶茶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